Hello,大家好,我是靖聪 这一节这个video呢,我们要讲的是 Sajara的Bab 原来是 OK,不要慌,不要慌 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 Tamadun Islam 也就是回教 它的Gemun Juran 出现 Zanfurt kembangan 它的发展 所以Ting Bab 要讲的是 回教的发源跟发展 好,这个Bab 重点就是两个 第一个,在回教之前 它的社会面貌是怎么样的 第二个,也就是回教的传播过程 那么现在我们要讲 一段历史,我们要先了解 它的地点跟时间 那么这段历史发生在Dijang Dijang是一个巴达巴西,也就是沙漠 那么如果你看我们的历史 课法地图呢,你就看到 在Hijas上面就是 Rom 在它的另外一边就是 这个巴西 所以呢,Hijas 这地方 所以Tamadun Islam 要跟这两个 Rom跟巴西 信征Rsai 好 那么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也就是 我们称之为 Zaman Jahila Jahiliya 那Zaman Jahila 指的是 在这个 Ambangan Marit Nisabha 倒了之后 也就是三百马基地 一直到 Vayu Allah 巴达巴 也就是 阿拉的第一次神起 也就是在610马基地 所以这一段 Zaman Jahiliya 一共是310年 好 那么接下来的 我们就要对 Zaman Jahiliya 来给我们的意思 好 Jahiliya 这个词呢 就来自 阿拉的Jahara 意思呢 就是 Jahiliya 也就是 没有知识跟愚昧 所以大家可以想 这个时代是 非常非常的黑暗的 所以呢 他也被称作为 Zaman Khedera 因为这些人 愚昧 所以他们 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个 他的日常生活 Social 第二个 他的经济 Economy 第三个 他的宗教 Agama 第四个 他的Sructo Mashalaka 最简单讲 第一 日常生活 第二 经济 第三 宗教 第四 他的社会结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 Daman Jahiliya 这个 Mashalaka 的学历 他的特点 第一个 从社会上来看 社会上来看呢 主要作为 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 是Badvi 第二个 是Hadari 他们的差别就是 Badvi 是住在 阿达拉曼 那一个地区 Hadari 是住在 Badhar 城市 所以 Badvi 是Padalaman Hadari 是Badhar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他们送下 有三大特点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过嘛 是Daman Kagalapan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是非常糟糕的 第一个 Berdjudi Berdina 就是 主神空间 第二个 他们认为 一个男孩子的 Lambang 应该是 Mami no Agra Sahinga Mabu 喝酒 喝到辣醉 才叫做男孩子的象征 第三个 更糟糕的是 女性的地位 非常地 人大 低 怎么看呢 第一个 他们那时候 一个男孩子 可以一次过 娶很多个女孩子 更严重的是 Ba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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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 Jakdukak Mara Galika 会破坏家庭的尊严 所以 当时的社会 主要有三大特征 第一 堵 空间 第二 喝酒喝到万岁 第三 女性社会地位 第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从Apono 登记上来看 他们的特征 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 Mengauke 運動an 收官 利益 什么收官 第一 法高利益 第二 他们还 在称重的时候 被换 在习惯 第三 父母的人 就 menindas 穷的人 所以他们 第一点 就是 Mengauke 運動an 第二点 就是 他们 Mengauke Bahava Menga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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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去强盗 比其他商团的东西 他们认为是一个 可外一般 必要的 所以 当时 Economy 主要是两个 第一 收官 第二 认为 Mengauke 是必要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看第三个特征 从宗教 Agamma 上来看 他们主要当时有五个 五种类型 第一种 Vasani 也就是 以崇拜各种 Vadhala 神教为主 第二个 Aminisme 也就是 万物有灵论 认为 像Alam 比如说Boko 这些都是有神的 第三个 Samavi 也就是指 Christian Yasudi 也就是犹太人 是基督跟犹太人 Samavi 好 第四个 就是Kheprachayaan Mahwa Meniliknasi Chanhu Tikir Mosu Prooramati Mendadivurong 当时死的人 变成鸟 就是其中一种 Kheprachayaan 我们相信 Chanhu Mosu跟 死的人变成鸟 最后一种 也就是刚刚 我们有提到 有各种 Nabi 有传来各种 Ajaran 在这之前 所以 其中一个 Nabi Ibrahim 就带来了 一个叫做 Hani 的宗教 但他们的 教徒就叫做 Hunava 但是 问题是 即刻 Hani 的教徒 Hunava 他们已经忘记 甚至把 Mengjabur 而不干 他们的 Hanis 和 Hanis 的教育 所参加起来 所以 当时社会 社会的特征 从宗教上来看 走过五种宗教 Ha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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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么这样 我们讲 第四个 最后一个 也是 社会的结构 是怎么样的呢 好 他们实施一种 叫做 也就是 不足制 也就是 每一个 是 一个 一个 一个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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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群居 一个部落 就群居在一起 他们有三大 特征 第一个 就是 非常的 狂热 大 非常非常狂热 所以 他们甚至 可能 会为了 保护自己 Mara 第二个 他们的领袖 Ship S Y I K 这里 真的是作为 Lama 和 凡 环节的特征 那 它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就是 要 也就是 他们的成员喜欢 那么 接下来 他还要 成熟 甚至 最后 他还要 也是 三个条件 第一 被同意 第二 成熟 勇敢 第三 善于 演讲 演说 也是 第三个 他们有 什么 或者是 科书官 要 没有 刚才讲 非常狂热 所以 可以为了自己 这些 有些 或者固承的 马拉 或者固承的 是 举个例子 有个 把柄拉 阿尔 这个把柄拉 因为 这个 巴尼 巴尔 杀死了 基督的一个 巴尼 这场战争 阿尔巴尔 历史 四十年 各位可以想象 你 就是 你出生 到你小学 中学 大学 甚至成家力业 这场战争 这么长才结束四十年 就是因为 他们的 这种的来讲 从社会结构的方式不足的 而且非常狂热 举个列语就是 好了 我们今天说了这么久 其实就是说了 这个重点 从社会上来看 我们讲了 他们女性社会非常的低 这种意义上 他们甚至认为 从阿甘巴上 他们实施五种宗教 从课上来看 他们实施 也就是这四个方面 所以大家想要记清楚 就是这样的重点了 那么再来 我们现在来讲 大家可以看课文 五十八页第一集 也就是关于七里七里的 那这里来讲一下 作答的主要技巧 就是两个吧 只要记清楚 刚才关系怎么写 国文 第二个也就是 也就是 怎么写句子 基本上就可以几个了 那我们来看所谈的时候 第一集 如果我们已经讲一下 我们现在讲一下 在中文讲一下 所以我们讲一下 亚里的意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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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那就是 tidak menerima 也是在一个访问的 在不意对 就是就是 但在一张 ",一点的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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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的 常常 起碼 对 身为 我们要怎么样促进我们的 和谐,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两点 第一个就是要有 就是大家要互相了解 第二点就是 所以大家要看 就这样解决了 所以谢谢大家看这一节的video 我是Sinto,谢谢